好 假設你新增完牌組 你新增...就是你安裝完Japanis Support 然後你現在新增牌組的時候 那它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它只有兩個欄位 並沒有說那個Reading 就是讀音的那個欄位的話 那就點這邊 Type 這邊 點這個 點選這裡 然後 你這時候可能會比我少啦 然後你這邊就點選這個Managing 就是管理 然後點新增 然後接著 你有安裝完Japanis Support的話 應該這邊會看到一個 呃... Add Japanis Not Recognition 跟 呃...Recall 你就點這個 點完之後 就直接用預設確定就好 然後關掉這個 那你就選取 在這裡選取這個 剛剛加入的這個...這個Type 那就可以看到就有... 就有啦 就有Expression Meaning 跟Reading 那就可以在這邊打 那下面自動就會幫你 拼出它的讀音 那再來測試看一下 喔 袋 對阿 下面就自動幫你拼出是 袋這樣子 OK